大家好 我是大宝宝本 这两天我们替大家抢先体验一下 腾龙17 28 2.8这支索尼FE卡口镜头 不卖关子 我们先说我们的结论 这支镜头画质爆表 性能极其出色 关键是使用体验超爽 我觉得您现在可以赶紧关视频下单抢货了 但如果您想知道这支镜头的具体性能和画质的表现 请看我们本期的采风摄影生活杂志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大家在选择广角镜头时候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感觉 就是能够选择的少之又少 非常的困难 你看啊 高质量的光脚镜头贵的让人买不起 然后便宜买得起的镜头呢 让人觉得用的不爽 今天跟大家说的腾龙17 28 2.8镜头 就是这支买得起 而且用起了又爽的一支头 16 35 2.8 这是我们之前用的超广角镜头 每次都会出现我在旅行箱里边 但是使用的几率少之又少 究其原因是因为超广角镜头适合拍摄的环境 真的是极其的严格 你看啊 首先场景不能太乱 另外呢 光比还不能太大 你看场景光比太大的话 光线拍出来就非常的难看 最终的一点呢 你还要拍摄超广角的时候 注意前景要好看 所以在旅行的时候 凑足光比场景前景这个条件少之又少 利用率变得非常低 如果你要想拍出好看的画面的话 你就得起早摊痕找好光线 哎呀 但是作为旅行里边呢 你又不能没有超广角的一个画面 所以背着这么一支16 35 2.8镜头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尴尬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16 35 2.8镜头太重了 根本没法放在我们轻便的稳定器上面 所以我们就使用了一个折中的方案 就是用Battis 18毫米2.8 或者是G Master 241.4这两支轻便的镜头 配合我们这种便携的稳定器来使用 这支镜头是对于视频拍摄者非常非常友好的一支镜头 每次我们在说镜头的时候 先说它这个焦距 它是涵盖了17-28毫米 也就是超广角 一直到人眼正常广角的这个范围 作为视频拍摄者 这个焦距范围是非常非常常用的 首先 如果您是一个像我对着镜头 笔刀刀的这种自拍的Vlogger的话 17毫米给你一个很宽的视角 即使没有翻准液晶屏 你也可以很放心的把自己放在画面的正中央 而且给观众呈现你身后背景发生了什么 如果你现在想用第一视角给大家呈现我看到了什么的话 非常非常的容易 只要把镜头拧到28毫米 就可以用很主观的舒服的视角来进行拍摄 如果你用的是A73 A7R3的用户的话 可以打开它的Crop功能 这样的话 这支镜头就变成了一支40毫米的特写的镜头 很方便吧 对 还要说的是 就是这支镜头非常非常的小巧 只有巴掌大小 比2875腾龙镜头还要短一点 只有400多克 我可以轻松的拿在手里 2875加上现在新出的17 28这只两支镜头 组合的话 你可以想拍风光拍风光 想拍人像拍人像 既有大光圈 又有微距 这个作为日常伪劳格拍摄的话 真是太方便的一套清量的解决化方案了 大多数视频制作者关注的对焦 还有稳定气势工作表现 首先对焦 您完全完全不用担心 恒龙经过之前的2875这一年的历练 可以说把Sony这套自动对焦系统玩的滚光烂熟了 17 28已经被他们调教的非常非常好 可以驾静就熟 在任何环境下进行准确的对焦 无论是人眼的跟踪 还是人脸的识别 还是说连续的自动对焦都可以很满意的完成你的工作 不管是任何的光线下都OK 另外说到它在稳定气势上工作表现 首先这支镜头体积小重量轻 所以你在调平的时候 首先很容易 多数调平的时候放在中间就可以了 因为体积小 所以它的工作的范围就变得很大 你看高低角度 爽吧 然后另外很爽的一点就是这支镜头因为它是内变焦 所以在你17 28变焦的时候 它的重心几乎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这就意味着你即使使用轻量的或大多数的稳定器 你在变焦以后不用重新调平 快速方便很爽 一般来说16 35是各个相机传统大赏的一个广角顶量柱 也是作为即使要现场新闻拍摄的话 16-35可以涵盖超广角一直到正常人类视角的焦距范围 很常用很好用 但腾龙这次的焦距它设计成17-28毫米 我觉得这是腾龙替摄影师做了一个决定 你是要更小巧的体积还是要28-35毫米这个焦距段 对我来讲 28毫米这个焦距段它的近摄能力还不错 如果你要想拍摄更特写一点画面的话 直接凑近拍就可以了 而且多数像A7 A113这种机器呢 还有Crop功能 一键就可以Crop成40毫米 就变成约等于35毫米了 很方便 体积小巧 你带出来这个几率就大 而且就像我们开头所说 这个广角的焦距段 其实本来用处就并不是太多 我觉得这个镜头的定位是作为28-75毫米广角的补充来用 而并不是说一只作为广角的主力镜头这种设计的思路 拍了一天 然后咱们回来看一看这只镜头的表现 在这边我们先要感谢一下澳洲的Blanc Raba 这个腾龙的总带 给我们提供了这只镜头作为测试 其实我们对这个1728 2.8镜头出现的时候呢 最关注的就是2.8的大光圈 画质怎么样呢 我们心里其实还是蛮自信的 因为有之前28-75那只镜头的画质的表现 但实际我们在电脑上测试之后 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看法 这只镜头的镀膜和它的色彩表现呢 中规中矩 跟28-75基本持平吧 我们对这逆光拍摄没有明显的炫光 颜色表现呢 我们基本上也满意 没有偏色的一个情况 现在数码科技嘛 肯定是中规中矩就够用了 这个镜头的畸变在17毫米呢 有那么一点点的土型的畸变 因为现在LINE ROOM 还没有更新它的这个数据库 所以目前还没法进行校正 我估计在不远的将联的话 应该这也不是太大的问题 色散要说我们是对它的色散非常的满意 在不同的焦距和不同的光圈下 没有明显甚至根本看不到可见这个色散 这个是真真正正的一个 没有什么太多色散的一个好镜头啊 那说说风光摄影师比较关心的星芒的问题 我们测试了一下啊 在最广角端星芒要在F16的时候才能出现 在F22的时候达到最漂亮 这对比一些专门拍风光的广角镜头 比如像老挖的15 人家F8就可以出星芒 F11就已经很漂亮了 稍稍的也有一点小失望 当然我们专门了解了一下光学设计的专业人士 这个星芒和这个焦外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这个设计的方向 如果为了达到好星芒的话 你光圈的叶片在边缘要做的平直 但是代价就是当你光圈前开的时候 边缘就没有什么顺滑 当然这是一个镜头设计思路的问题 当然作为我们要是拍风光比较多的话 我们可能更关注于这个 更尖锐的这个针芒一样的星芒的表现 那说到它光圈全开的时候怎么样呢 我们这么说吧 可用 2.8的光圈 你没法期待奶化 但是刀锐还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甚至对比了一下 287528端光圈全开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2875的焦外圆形可能会更好一点 这是设计思路的问题 总结 腾龙1728 2.8这支镜头 对比原厂的1635 2.8G Master这支镜头 你看两个镜头都是2.8最大光圈 在对大光圈的时候画质不分伯仲都还不错 但是呢 G Master镜头重量要比这支镜头重了50%都不准 而且这个价格整整贵了一倍 至于选哪支镜头 您自己肯定心里有火 那再对比1635 F4 ZA这支镜头呢 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ZA镜头带光学防抖 但是由于广角镜头手抖的效果 本来就不是特别明显 我们试了1728 2.8在不开这个没有防抖的情况下 使用Sony机身的内部的防抖 也可以达到1分之1秒快门速度很高的成功率 这跟我们1635 ZA带防抖出来的结果其实差不多 所以呢 我宁可选择2.8大一档光圈这镜头更实用一点 要说这支镜头缺点嘛和不足也不是没有 首先说啊 如果您非常明确自己用超广角镜头来干嘛的用户啊 我觉得这支镜头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 甚至您还有很多更多的更好的这个选择 比如啊 如果您迷恋这种超广的视角 我觉得Sony原厂的12R4能给您更宽阔 更有冲击力的这个视野 那如果您是这种星空或是风光的爱好者的话 像老挖的15毫米 像驶马的14毫米 这两支镜头有更大一档光圈更好的星王 关键是有更好的机变的控制 所以作为严肃的风光星光摄影来说呢 专业的镜头干专门的事 如果您迷恋大光圈的背景虚化 那我觉得241.4G Master那肯定比它好的不止一星半点 那这支镜头呢 其实你想开了就是一个2875的广角的补充镜头而已 什么都能干 但是呢又没有特别特别突出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万金牛的一只头 但是如果您是视频拍摄者的话 我还是强烈建议这支镜头的使用体验非常非常的良好 小巧轻便方便上稳定器 关键是它的画质又好 而且它的性能真的是非常稳 要对焦有对焦 要这个操作有操作 还有一个要吐槽的就是这镜头的价格 在澳洲的售价将近1600欧币 在国内官网的价格是6800 但是腾龙又又又又宣布产能不足 这供货不足啊 加上我们现在这么一吹 我觉得不讲价绝对是不可能了 估计上市价钱至少又得七八千了 哎呀 视频看到这啊 赶紧下单买 在它涨价之前赶紧拿到手 别赖我啊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 把这价钱吹上去的 我们是真的还喜欢这只镜头 如果你还是喜欢我们本期的节目的话 评论点赞转发 然后希望在这个涨价之前 您能拿到您心仪的腾龙1728 2.8 感谢收看本期的彩蜂适应生活杂志 我是大马猫本 咱们下期再见